根据中俄双方达成的共识 中国军队将派员赴俄罗斯阿斯特拉罕州 参加于9月21号至26号举行的高加索2020战略演习 中方参演部队以西部战区为主 携部分轮式装备及轻武器 使用我军新型运输机实施投送 主要参与机动防御兼敌 联合火力打击 立体突入维艰 稳控战场局势等阶段演练 参加此次演习的 还有亚美尼亚 白俄罗斯 伊朗 缅甸 巴基斯坦等国军队 全球携手抗疫的重要时刻 中方派员参演 旨在进一步发展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深化两军军事训练领域务实合作 提升多国部队联合应对安全威胁 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 演习部针对任何第三方与地区局势无关 中方首批参演部队官兵已于11号凌晨2点 从甘肃九泉出发 参演人员装备全部依托运20大型运输机 实施点对点远程空中投送 首批人员到达后 将根据中俄磋商达成的共识 掀起展开有关工作 为后续中方参演部队的到来 做好协调保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